我剛有看到理科捏 在這個小潭裡面啊 還不小誒 我被吳國瑜嚇到了 送人話 有沒有 好 各位我今天時間有限吼 現在是11點50啦 啊 我12點40要到學校接小孩 所以頂多只有20分鐘可以搞 直接開始 哇 這個我還是有點怕滑下去 你知道嗎 穿皮鞋餒 管他的 先過來再說 好嘞 拿著 今天拿這一把是那個 上次太平洋釣具的 MOB 偷跑竿 正出竿啦 不可以說偷跑竿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我這次把他做了一點修改 我把他的那個鋼尾給剪掉了 然後他本來這裡還有一個環 因為我覺得那個太礙事了 所以直接把鋼尾給剪了 然後拆掉之後把它補回去 對 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應該是不會影響到操作啦 那今天先來個雷尾 不對啊 這一把就是玩雷尾 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玩 其他東西 很容易就掉地了 好 試試看喔 我很想知道把它改成這樣子 到底對竿子有什麼影響 嘗試一下 這裡來一下 應該都一樣啦 躲在邊邊吧 只是這幾天天氣非常的冷啦 不知道 不知道雨會不會咬 或者是有沒有還健在 你看那個再翻的都是垃圾 所以不用太高興 邊邊一點試試看 應該是要有餘啦 沒有 真的不知道上哪去了 亂衝 這裡再一次 我就不相信不會咬 真的沒有 怎麼會這樣 這之前明明就很咬啊 怎麼現在 一個咬訊都沒有 這裡跳一下好了啦 反正就一隻 鵝而已 前倒線也用蠻細的 所以應該不會 中了 什麼東西 誒 里科耶 小袋 我本來想說前倒線蠻細的 噴掉就算了 應該不會造成太大的汙染 中魚了 棒棒 小呆 好小一隻 好了 開壺 接著再來一下 現在幾點 剛沒注意看 13分還有一點時間 再跳一下 果然跳底還是有用的 雖然說會掉底啦 那我發現我改成這樣子 好像對那個 超額的影響沒有很大 然後中魚也是 感覺還不錯啦 就是不會有卡卡的感覺 也不會有那個不順暢的感覺 反而是我在拿那個桿子的時候 順暢多了 不用對那麼多個環 這改完之後真的是優秀 又咬一下 這裡 又中了 什麼一隻比一隻小 難怪雷蛙 不會咬 好小一隻 超迷的 太好了 兩隻 兩隻了 雷蛙不咬 換這種小蟲蟲就好了 我覺得這裡下午可以再來一趟 就接完小孩之後 不要穿皮蟹來 走去那邊試一下好了 我覺得應該可以釣到很多魚 我貼底一點好了 剩下不到10分鐘 看能不能再來一隻 啊叫了 鬧鐘 稍後提醒 嘿嘿各位 我接完小孩又跑出來了 因為回去的時候 越想越不對勁 越想手越癢 釣得不盡興 我其實已經一個多月沒有碰釣竿了 你知道嗎 就整理的時候不算 就是把它拿出來這樣子甩啊 大概一個月了 所以 好不容易摸到了 怎麼可以 只摸那麼一下 你們說是吧 那我剛回去 順便又拿了一些夾西 就是 一樣是軟蟲類的啦 只是我想說 不然玩一下德州好了 所以 等一下應該會以德州為主 試試看吧 這裡來吧 這個跟玩鱸魚 不太一樣 鱸魚它的窯口非常的明顯 它泰國裡 怪怪的 而且這下面障礙物又特別多 感覺會像 掛到底一樣 這裡試一下 1 2 1 2 1 1 1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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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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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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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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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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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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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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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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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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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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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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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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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樣給它尻起來 繼續 那裡還有洞 應該都還有 再玩一下 有了 小隻的 這個沒有壓力 很小隻 小咪咪 老實說今天吼 我釣到其實蔡國裡 我也忘記了啦 反正蠻多隻的 然後我最後講一下這把桿子 我把它的尾結 給折斷之後的感想 就是 它本來不是有五個環嗎 我把它拆了之後剩下四個 所以 我穿線的時候變得非常方便 我只要穿四個環就好了 而且也不用一個一個對齊 那整體來說呢 是沒有什麼影響啦 就是 反正就是感覺比較好就對了 那如果你們有買這把桿子的話 這把 太平洋釣具的MOP這把的話 可以學著像我這樣子做 但是如果你對桿子的 那個構造不熟悉的話 建議還是不要拆啦 如果你真的真的很想拆的話 你就 拿去那個釣具店問問看 他能不能幫你做這件事情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做吧 因為這樣子做之後 感覺變得非常好用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祝大家新年快樂 下次見 掰掰 這把說話換小柯亮片 Holy shit